本期话题每天吃核桃的最佳时间 黄世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核桃润肿场通便也是非常常用的 它含有大量的油脂成分 通便作用也非常好 它相当于比较滋润 如果经常出现疾瘦便秘的人 比如早上起来吃一个核桃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核桃它要是两用 但是注意它油脂量相对比较大 不建议服用量过大 毕竟它也是偏温的 所以过量的时候还是对身体不好 所以一般用量一般建议 一天一到两个核桃就可以 这是用量上 另外还有我们对胎食庸质的病人 也不建议用核桃 因为它毕竟是脂力的 所以建议就是说对胎食比较重的 也不太建议用核桃 然后再讲一下 TechBad 听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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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